玉龍主場週最後一天 新莊體育館早早聚集的大批的觀眾準備進場 裡面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呢 馬上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來看看 作為壓軸舉辦主場週的球隊 玉龍卯足全力 外圍廣場園優惠美食招待 而進入到場館更是熱鬧滾滾 人型立牌 轉盤抽禮物應有盡有 而特製大頭貼機 讓七八年級生重溫年少時光 玉龍LOGO變框非常應景 賽前有志有玩 至於比賽過程 還有人氣DJ林志彥炒熱氣氛 尤其Copycam秀出李德薇吃便當照片 難得正面回憶 網路鄉民最愛的梗 德薇請吃飯 球迷海藩 隊友和男主角本人也樂在其中 因為其實平常隊友什麼都會這樣嗆我 鄉民也沒在講 我都看習慣了 沒差 效果是有看到一個弟弟在哭 我是不知道 結果就覺得為什麼要哭 好啦 那下次就叫他來找我 我請他好了 不僅如此 玉龍竹場舟祭出重量級好康 投獎抽自家汽車 就連我也惹不住自掏腰包 買門票換抽獎券 我事先買了連三天的門票 一共三組換得這三張摩彩券 彩券在手希望無窮 就看看我可不可以把汽車給開回家 儘管最大獎 儘管最大獎汽車 獎落台中蕭先生 就在我離開現場回公司趕新聞 輪到抽機車時間 離奇的事發生了 如果你等一下抽到李懿涵 我們就不要念 反正他現在也不在現場 好不好 太恐怖了 大家知道抽到的是誰嗎 李懿涵 有沒有這麼神 我和同事合資居然真的中獎了 而玉龍主場中三天累積 售出的十支票幫破八千人次 高居七隊之冠 帶給我以及所有球迷滿滿歡樂 未來給你們新聞 蕭新昌李懿採訪報導